每七分钟有一人糖尿病并发症死亡 老生常谈的糖尿病患者如通货膨胀般不断攀升 政府与医生把问题根源归咎于国人的不健康生活方式 但有一个先为人知的关键 就是患者无法遵从医嘱医食吃药 未能控制血糖水平 进而又发危急性命的并发症 家有糖尿病患的人都应该知道 患者一天需要服用一至三次控制血糖药物 这对一些人来说是难以做到的 尤其是老人家经常不会忘记吃药 根据一项名为坚持吃药的研究指出 每天吃三次药的人 遵从率只有65.8% 两次的话则有83.1%人做到 一次几乎是100%都可做到 这也说明了若能减少吃药次数 对依赖药物控制疾病的病人有很大程度帮助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对全球公共卫生资源 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与社会影响 是超出我们想象 每七分钟就有一人因糖尿病病发症死亡 国家糖尿病联合会报告指出 去年全球有490万人死于糖尿病 我国占34,422人 糖尿病病发症的其中一个主因 就是没有准时服药 达到最佳的血糖控制 能够做到一时吃药的患者不到12% 加上没有改变生活习惯 更加剧了病发症的几率 以我国为例 大部分糖尿病患都是第二型糖尿病 属于慢性疾病 因一线无法生产足够胰岛素 或身体无法有效使用胰岛素所造成 而导火线是超重及缺乏运动 由于症状不明显 第二型糖尿病患可能多年都未察觉 多数的患者都是40岁以后才被确诊 这也印证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研究 及糖尿病患者以40到59岁之间居多